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一个就是范例啦 我觉得同学还蛮蛮不错 就是都知道说我在云端上有放一个其他补充范例 这边有其他补充范例 那其他补充范例就是有些同学问的问题 我把它整理整理丢上来 那入门里面的话 有一个是那个叫宴会牌桌的这个框线物件 那这个范例你可以把它下来下来 就这个 它里面其实已经有VBA在里面了 那这个是有一个同学 他真的还蛮认真的 他来之前其实都对这个VBA其实是一窍不通的 然后呢他就是 他应该是做饭店业吧 或者是餐饮 就是说那个就是宴会 应该是饭店 然后呢 他主要是把它clear就是清掉 然后他这边有个说明 就是说这边有这么多人 姓名指的是亲朋好友吧 有同事啦 有朋友啦 有没有 大概这么多人 总共有七 七十一 七十一个人 然后关系 这边有 然后同事 那桌号是第几号 大人还是小孩 所以他这边分成有四个男 然后他非常的认真 他这边还写了什么 题目跟理由 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洗宴会场的牌桌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使用那个VBA做牌桌 最多一桌十二个 十个大人两个小孩 这个是需求 然后将小孩以不同颜色标出 这是第二个需求 第三个需求呢 将到达者 以不同的颜色标出 这个我是不太 到达者 这个好像他最后就没写出来 好像主要是上面这两个 那为什么 牌桌通常是 一种不断重复的工作 OK 那VBA当然可以大概减少 OK 而且也可以 可以于当会场当场做查看跟调整 所以当然你做出来 马上可以调整 马上可以有一个新的牌桌出来 然后除了一个人的喜宴之外 还有公司的尾牙等等 像是旅行社都可以 所以他其实本来不是学这个的 但是我是发现他应该是非常认真 本来不会写 而且他其实也就把他 这个是他有点是自己的工作 然后最后他真的把他写出来了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 就是两个按钮 一个就是牌桌 一个就是清除 所以他就把他全部写出来了 有没有 也就是说一桌 最多十二个 然后就十个到十二个 然后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第一桌吧 第二桌 第三桌 一直在推 OK 然后最多十二个人 他就把他全部排 而且小朋友 用黄色的标出来 那这个是已经写好了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按右键 指定聚集 这边有个编辑 你看一下 这个同学写的 OK 那你会发现 一个回圈 两个回圈 一辅 一个 一辅 两个一辅 OK 然后这边有一个 X等XIE 就是在里加 OK 所以他是两个回圈 配合两个逻辑判断 但是 其实还已经不错了 可惜就是他没有做一些注解 如果他做了注解 那会更 更完备 这等于是都有了 那这个不是我写的 是他写的 所以实际说真的 当然我要看他的东西 我还是要他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我不知道他逻辑 说真的 我要叫我写 还真的有很困难 所以你自己最清楚 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谁来写 最应该是最好 当然就是你自己写 你自己的东西 不然有的时候 一般工程师 他会去写别人的东西 他首先要去了解 别人在做什么 别人的工作流程 他等于要重新再检视过一遍 才能开始去撰写 那个程式 所以以前 我们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都是要花很长时间 去了解客户 到底在做什么 不过说真的 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面 你跟我讲说三个月 可是也没有可能 没有办法说三个月 我随时都在你旁边 看你做什么 也许就是你片段片段 你告诉我你在做什么 那我用片段片段的 以为你在做什么 但实际上 你根本不是在做什么 所以写出来的东西 通常是落差非常大 那落差非常大的时候呢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要不就是 看看谁退让 但是我发现很久以前 我那时候刚开始撰写程式 我那时候 发现那时候工程师 真的还是比较受到一点点 就是对 比较会受到尊重 真的 我怎么说 他客户那边就非常的尊重我的意见 我说你可以调整一下 你的工作流程 这样不就也OK 他就想想 对啊 也对 他就也对了 就OK了 我就不用再改很多地方 但是我发现现在好像都不是这样 现在好像刚好就颠倒 而且哦 之前好像听了工程师讲说 客户就一直改 一直改 那他讲的客户 就是每次他就帮他改 但是改之前 他会保留旧版本 他可能改了很多次之后 最后才发现 原来最早的那一次是最好的 所以他又说 那我们再重来好了 最早还好他有保了 因为他已经可能得到很多次的这种经验了 所以他知道说客户改来改去最后还是最好 最前面那个最好 所以于是他都留住那个最前面那个版本 OK 因为他改来改去就发现好像这不是我要的 又改回来 那这个题外话 所以基本上 他这里面的这两段程式 是同学写的 但是他写信主要的目的是说 他最后发现了 他有些功能做不出来 什么功能都做完了 但是少了框线 所以他不会加框线 后来的话 我就说框线就简单了 所以才会有后面这三个 这四个按钮的功能 OK 所以 那这四个按钮里面在做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 大家都会遇到的 加实线会不会 应该会吧 那加实线你当然会把它选起来 再按这边嘛 加个实线 可是问题很多工作 你不可能说你一直在那边加框线 看有什么最好自动 全部自动帮你做好了 所以我大概分成四个按钮 第一个如何加实线 第二个如何加实线 而且是红色的 第三个是加上实线 除了红色之外 还要把它加出 OK 那最后呢 就是把它清除掉 就这样而已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一般工作上 应该都已经大致上够了 那我们主要需要几个概念 第一个 你怎么加框线 加在哪个范围 OK 所以第一个 你需要告诉他一个范围 那所以你想到范围的话 你就要想到哪个物件 就是Range Range不就是范围 那也就是说你就是 告诉他范围 我的Range是从B3 E10到H 这个H13 Range B3到H13 这是一个范围 那后面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 你的框线 那框线的话需要一个植物件 就是Range底下一个植物件 叫做Boulder 然后因为很多框线 所以加S OK Boulders 然后呢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属性 就是决定它是 什么样的一个线条 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 加S线我们第一个 其实很简单 一行乘四而已 一行而已 我后来发现 我翻了很多书 里面几乎没有讲到框线 怎么去设定的 不信你们去翻翻看吧 那不过好像很少 讲到框线的 那会很困难的 不会 其实就是这一行而已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 加一个实现 Range B3到H13 的Boulders 其实这些 都可以自己出现的 所以你打一个 Range先给它 打个B Boulders出现 点 它的什么呢 你不用死背了 应该是线条的 LightStyle 就线条的样式 等于什么呢 实现 那可能实现 你不会 很简单 请你等于 把它back回去 按一个F1 F1之后会跳出说明 这边会告诉你说 Apple的这个属性 它是可以做线条样式的 然后有这些 其中有一个是蓝色的 它是可以超连接 所以点击进去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 如果是实现连续的话 那就是这一个 但是我这边是没有做法 如果要虚线的话 改这个 如果要什么什么 反正就这么多啦 还有斜线等等 不过我们用实现的话 请你就把这个Ctrl C 然后呢 把它贴到这边 后面等于什么 实现 好写完了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按下去 实现就有了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不要实现啊 我不要虚线 可不可以 那很简单嘛 把这个Ctrl C 然后这边 Enter一下Ctrl V 改成虚线 那虚线的话呢 基本上 刚刚应该有了 虚 OK 好 虚线哦 不会对不对 没关系 有没有要放这里 F1 答案就有了 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去买什么 坊间什么什么 这都有了 你就点下去就好了 它就有一个虚线 那虚线是什么 就这个东西嘛 那你就拿Ctrl C 然后关起来 贴到这边来 好 虚线有了 不信的话你们试一下 把它执行过 虚线 虚线 有没有 那后面还有啦 我就不demo了 反正以后你要什么线 后面都有 所以lifestyle 这个其实要背嘛 也不用背啦 你只要理解就好了 或者是说有些将来 你也许忘记 没关系啦 像我放在云端上的那些范例啊 好处就是忘了没关系 打开一看 你就恢复大概 基本的 需要的东西了 那你就拿来参考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 基本上有些东西我都不刻意去背它的 也不用去记它 为什么一打开 大概就会 唤醒我80%以上的记忆了 那我何必还要记在脑袋里面 而且说实在这少用的东西的话很快就忘记 OK好所以虚线 那再来的话还有所谓的 这个有了吗 实现刚刚我们是实现 虚线自己练习 那实现加红色 所以红色的话是第二个 我们如何在框线加颜色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样就再多一行 实现是light style 那你在这个light style下面再加一个什么 boulder的color 其实就是点color而已啦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怎么产生的 点下去不就有了 点color就出现 然后再加上颜色 所以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 OK 第三个就是 线条的粗细 所以基本上这三个大概就够了 哪一种light style 就是线的样式 线的 框线的颜色 再来框线的粗细 那粗细的话呢 你想说 那粗细 它其实 点下去啦 不过蛮特别的 它那个属性 叫做wait 这个 这个它粗细 那 等于什么呢 后面你还是不会 怎么办 没关系 back回来 按F1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超连结嘛 按下去 答案就出来了 毫线 最细的 适中的 最宽的 细线 所以基本上应该怎么 应该是最细的是这个啦 所以最细的 然后再来是细的 然后再适中 再来就是最初的 那如果说你要是最初的线条的话 Ctrl C 有没有 然后呢 把它Ctrl V 贴上 不过线条出细 请自行去变化一下 做完之后按下它 就OK了 如果你想说老师不要 不要细的线条 那你自己去找啦 豪线的 那个自己再贴上就OK 最后就是清除 清除的话呢 当然就是怎么样 直接把那个里面需要的相关的设定 那我刚刚有做过 我们来看一下 清除的话 其实 就只要 一行 好 我只有把那个 Line Style 等于 XL 这边特别之后 是XL E Sale 就 这个XL None 没有 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格式给去掉 就一行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特别之后 这个就是在 其他补充范例的 入门里面的宴会牌桌 框线物件 程式嘛 你把它弹出啦 其实刚刚的那四个按钮 是放在这里 那当然我还要把那个F1 按下去 显示出来的东西 当成注解 贴到这边给各位参考 OK 那往后如果你要了解 框线物件的应用 大概这四个 应该基本上就够用了 只是说将来 那你讲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整个范围啊 我一个格子外面框起来 可不可以啊 你就Sale就好了 OK 你两个Sale 三个Sale都可以啦 所以这个变化还蛮多的 好请各位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补充就是宴会排桌 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其实是同学发的问题 那他的排桌做出来 只是说他的框线不会 而且他来学这个VBA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同事也不看 他想说他其他同事觉得说 你来学这个干什么 我们这个行业你学这个 应该是用不到的 他可能也是要争一口气吧 还是怎么样 就是把这个写出来之后 将来其实可以提供给其他的同事 也可以用 那而且是一个开端 那之后他也可以针对其他的重复性的工作 他可以去做很多VBA的应用 那我相信他在他那个领域里面的 就走出了第一步 就是他那个领域的自动化 而且他这个部分的话一结合起来 我觉得很多地方就可以慢慢去思考 可以慢慢的 也许人力上面可以大大的减少 否则的话有时候光从物性的事情 你要一直排一直排 其实不管是排桌 像学校的排课也是一样 大家最讨厌的排课 可是你没有办法写一个排课系统 按下去自动 反正你把相关的条件先取得了 之后的话也可以很快的把 需要安排的东西可以把它排出来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就是宴会排桌部分 那范例里面已经有写好 那个是同学写的 我就没有变更他里面的程式 至于他怎么跑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 那我这边只有增加了 就是四个按钮 一个就是四个按钮 主要是了解 框线物件 就是Borders 他要怎么去控制 怎么去增加一些他的形式 大概就是线条 是实现虚线还是什么什么线 颜色 粗细 大概这些吧 OK 试试看